本来说好一起突击的 却不见其他人的影子 他只好拿着枪 并成功解决了没有防备的敌人 还特意放走了那个小个子 拿起剩余的一些食物 他带着瘦子 赶紧逃跑 路上正好遇见了一个逃跑的人 他没完找计划行事 贝尔在战斗的时候 他却到处找物资和吃的 最后贝尔用弹架换了他一把刀 然后带着瘦子 有头就走 丢下了他 一场大雨来临 两人在树林里躲雨吃东西 突然一股迷失流 把他俩冲了下去 食物也全部丢失 大雨过后 贝尔找到了一条小河 他觉得顺着河流就能找到出路 于是两人做了一个简易的木筏 缓缓地随着河流向前飘着 没一会儿 水流却突然变得凶猛起来 两人连忙丢弃木筏 使劲而往岸边游去 幸好他们几时上了岸 前面竟是一条几十米高的瀑布 上岸后 两人满身都爬满了水质 看得我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清理完后又继续前进 贝尔在河边找到了一个鞋底 他自己都没舍得穿 却给你瘦子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大自然的考验 残酷的环境 让瘦子快绝望了 贝尔不停地鼓励他 这时 空中两架直升机飞过贝尔 他大声呼叫求救 但有句并没有发现他 眼看着两人的希望 慢慢飞走了 他想起了敌军用竹子生火的方式 然后点燃了旁边的草物 利用火焰发出求救信号 果然又飞来了两架直升飞机 发现了他们 可两人却被荡成了敌军 并向他们开始扫射 贝尔差点因此领了盒饭 接下来的逃亡里 两人又被当地村民给抓住了 瘦子当场领了盒饭 贝尔拿着刀从人军中逃了出来 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 不过也好 省得带着一个拖油瓶 就这样 他又开始四处逃亡 为了生存 他吃过别人吃剩下的残渣 还在河边抓到一条蛇 也直接生吃起来 终于有一天 又有飞机飞过他的头顶 他拿着八糟叶 挥舞着大声求救 这次直升机终于发现了他 放下绳子 把他掉了上去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逃亡生活 破旧后 他在直升机上大笑了起来 一个黑人 拿出他包里的东西 吓了一跳 里面是一只破旧的鞋底 和一条没吃完的蛇 到这里也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对这部影片 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很多人其实都很善良 只是因为战争 他们才被迫拿起的武器自卫 如果没有战争 谁也不想做一个恶魔 最后希望世界和平好了 影片结束 谢谢观看 希望观看更精彩电影解说